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上一集在計算的時候 討論了一下19的平方 那我想到說我們在高中 還沒有帶大家列過數字表 如果有看過我國中的影片的話 我就帶大家列過這個數字表 我的每一個學生 除非高中很晚才開始教的 否則我都帶他列一個數字表 那這個數字表很簡單 首先就是我們要先列出 我們所知道的完全平方數 從1的平方開始 1平方2平方是4 916 你可以按個暫停自己寫一下 36 49 64 81 在100以內的 可以舉救實話不要解決 121 144 169 通常我就在這裡停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那個A加B平方 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是1加2 1A平方加2AB加1B平方 然後144是A加2B的平方 是A平方加4AB加4B平方 169就是A加3B的平方 也就是X加3的平方 是X平方加6X加3 所以這三個東西 如果你常常計算了 學到高中應該就要很熟 那這個14平方是196 那你可以計它是169 後面兩個顛倒 或者說怎麼樣 14平方其實是49X4 因為它是7X2的平方 所以它是49X4 所以是50X4是200 50X4在減4 196 我們還會在哪裡看到196呢 在國中學到自由落體的時候 因為1G是9.8 所以自由落體2秒的末數是2X9.8 是19.6 那它剛好那個2秒內的位移的話 2分之1乘以AGT平方 算出來也是這個19.6 15的平方是225 那麼在這裡呢 就會帶大家討論一個這個A15的平方 A15的平方 包括25的平方、35的平方都可以用 A15的平方 是這個10A加5的平方 也就是說我們講25其實不是2加5 是20加5 35是30加5 所以這個A15 這個A就是 假如說A是3的話 那它35的平方其實是30加5 所以是10乘以3加5 可以嗎 10A加5的平方展開來的話 它其實會是100A平方加 2乘10A加乘以5是100A 然後把前面這兩項提出100A 前面這個提走剩A 後面這個提走還剩1 那你說整理層這樣做什麼呢 那因為這個 A就是我們要的那個實位數嘛 所以它去乘以它加1 然後乘100 後面加25 那任何數字只要乘100 後面就會留下兩個空位 就是實位數跟各位就空出來 所以比如說7乘100加25就是725 88乘100就8800加25就8825對不對 所以說任何數字 我現在講A15的平方 我說你把A乘上它加1 然後乘100加25等於4 直接在它後面接25的意思嘛 所以35的平方 35的平方是3 4 12 25 可以嗎 715的平方 是7 8 56 25 這樣可以嗎 那甚至我這個A也不一定要是實位數 我假如是這個125的平方 那12 現在我的A是12 12乘13是156 15625 所以我們的15的平方 15的平方是1乘25 那15的平方同時也是45乘5 那為什麼要講45乘5呢 因為我們在算那個幾何的時候 180如果除以4的話就是45 所以45度的5倍 就是225度 這樣子也會蠻常用的 那它同時也就是說它是15乘9 對不對 16平方是256 那列到16平方的時候 就會順便列一下這個2的次方 這個2的A次 2的A次 我們這個前面寫這個A平方 A平方是這一組 那我們第二組寫這個2的A次 所以2的一次是2 然後兩次是4 8 16 32 64 128 25 6 12 1024 2的10次是1024 它同時我們就是 常常在電腦產品裡面看到那個1K 我們說1KB是1000 1000bytes嗎 不是 它是1024倍的bytes 我們看電視講那個4K高畫質 那個K就是4乘以1024 所以是4096 那你的電視的解析度 它的尺寸如果有到4096乘以2048 那就可以稱為是4K的 或者是更高的也可以 2的次方 64是8平方同時也是4的3次 它是2的6次 然後32是8次32 所以是2的5次 然後256剛剛講的是16平方 它同時是2的8次 它同時是4的4次 可以嗎 那看了2的A次就看5的A次 5的A次就有這個 525 125 625 3125 和15 625 那因為我們的計算是10進位的 2乘5是10 所以2分之1就是0.5 5分之1就是0.2 4乘以25是100 所以4分之1是0.25 25分之1是0.04 對不對 假如說是4%的話 就是25分之1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8乘125是1000 所以8分之3 我們要計算8分之3的時候 你把它 分子分母同乘125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1千分之375 對不對 那它是0.375 就是37.5% 像這樣子的計算 接著我們來看 17平方 289 這個比較 沒有什麼其他特色 就是要 少數要用計的 18平方 我自己在算的時候 18平方 我都算那個 81乘以4 因為它是2乘9的平方 所以是81乘以4 那你在乘的這個過程中 不需要進位 它是320 然後4 324 19平方 19平方是20-1的平方 所以是400-40加1 361 那20平方是400 那我都會跟學生說 你在像 你看我這樣寫 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話 其實怎麼算這個數字 會把這個數字記起來重要 因為這個數字的算法 我還可以拿去算別的數字 所以我與其去背361 我不如每次都記得 什麼9 多少9的平方 我都用幾十-1的平方 去用乘法公式展開 我又練習了乘法公式 我又學會了一個 算任何數字都可以的 平方都可以用的東西 然後我又可以快速的取得361 那因為我的推論是有過程的嘛 所以我不用怕說 背錯了自己都不知道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324 我們是用81乘以4 對不對 就跟這個196用49乘以4一樣 好那所以說21的平方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知道說21平方 我們可以用20加1的平方 所以20加1的平方的話 是400加40加1 是441 那同時你會發現一點 那因為12平方的這個144 我們剛剛講到它是 x加2的平方 是x平方加4x加4 如果你把x當10 就會得到100加40加4 所以呢這個2a加b的平方 就是4a平方加4ab加1平方 對不對 就441 那其實同理我們就知道怎麼樣 31平方是961 對嗎 那為什麼我們剛才沒有在14平方也這樣做 因為14平方會進位啊 x加4的平方 那你會發現它展開來是 x平方加8x加16 就不是19然後6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 這個10會進到這邊來 才會變成我們的196 所以就沒有那麼漂亮就對了 沒有那麼漂亮 然後22的平方呢 22的平方是121乘以4 所以是484 23的平方你可以用乘法公式展開 20加3的平方 也就是這個2x加3的平方 是4x平方加 這裡很特別會有一個12x加9 所以你如果20加3的平方的話 是400加120加9 是529 那你如果這個沒有計 我們等一下教你另外一個方式 去快速取得它 24平方的話就是用12平方144乘以4 144乘以4的話是576 25的平方是 這個2乘36 後面接25是625 它同時也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5的4次 26平方沒有計 等一下教你怎麼做 27平方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27平方的話我們要寫這個 3的a次 3的a次的話是3平方9 27 81 乘以3是243 再乘以3是729 這是3的6次 729 它同時是27平方也是9的3次 對這就是27平方 729 28平方沒有關係 沒有計 我們等一下教你怎麼推 29的平方是30-1的平方 所以是900-60加1 841 30平方是900 31平方是961 32平方多少 那其實剛剛已經講了 是這個2的10次1024 於是我們要來教 兩件事情 我們先把6的次方補起來 6的a次是 636 乘以6是216 再乘以6是1296 寫到這裡就可以了 那這次要講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連續的完全平方數的差 連續平方差會等於底數和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7平方跟6平方 那我們用乘法公式算7平方-6平方是7加6乘 7-61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是兩個連續整數的平方差 那它剛好就會是這兩個整數加起來 這也就導致了 我要去算比如說我們剛才的這個 如果今天我沒有計289怎麼辦 但是我知道16平方256 那麼17平方跟16平方會差16加17 所以說我把256加16加17也就加了33 就會變289 所以我今天有計22平方484 23平方我卻沒有被 我剛剛講是529 400加120加9 但是我假如不會的話 我可以從22平方加22加23 也就是加45 就會得到這個529 加22加23 26平方 從25平方625 加25 加26 會是 加了51 676 對不對 28平方沒有計 從27平方729 加27 加28 也就是加了55 所以是784 24 也因此再延伸出一件事情 千N個基數核 會等於N平方 你說真的嗎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 從0開始 149 16 25 那你看我們這個 加1加2 然後這裡 加2加3 變4加2加3 變9 我們剛剛說 加兩個底數 所以3平方到4平方 就加3加4 4平方到5平方 就加4加5 那你會發現 其實1加2是3 2加3是5 3加4是7 4加5是9 所以說我從0開始 加1 加3 加5 剛好就來到3平方 加1 3579 剛好就來到5平方 可以嗎 所以我假如說 問你說這個 1加3 加5 加... 加... 加到39的話 會是多少 那因為39是第 20個基數 第N個基數是2N-1 第20個基數是40-1 所以說1加3加5 一直加到39 就會變成是20平方400 那像這樣子的計算技巧 一方面補充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自己製作一個像這樣子的數字表 就長像這樣子 把我們今天所寫到的東西 自己形成一個表 以後讓自己在做類似的計算的時候 回憶一下 我記得這個好像有比較快的算法 你真的在考試的時候要怎麼做就無所謂 反正能做就好 你要用指示成法也可以 但是就是說讓自己掌握一些技巧的時候 才可以越學越流暢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之後我會用 所以就是避免說 你可能看到了不知道我在幹嘛 怎麼老師突然這個就算出來了 那在這裡先說明一下 在這裡先說明一下 在這裡先說明一下 validated 谢谢大家